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 E-Sale 那转换成 E-Sale 最后得到的结果 各位可以看到类似 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 就18页的看到 也就是说刚刚输出的结果 总共有77个这样的串列 有没有 中瓜五开头 中瓜五结束 那这个是第一个 其实这个是从 字典里面的Values 转过来的 应该可以懂那意思吧 所以 其实你要分析 大概知道你就比较能够理解 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能 也不需要特别去背它 因为以后你遇到的 它的形态都不一样 每一个Jason长得都不一样 所以你也不可能一起适用 那我只是跟你讲说 可能有几个步骤 第一个 先用Jason Edith分析 第二个找到你要的资料在哪一个key 再把那个key用get把它get过来 然后看到里面有什么 是串列 对 你就用串列去分析 如果它是字典 你就用字典去分析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建议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自己要去找Jason 在开放资料里面有一万多种 你不要说一万多种 你找个十种来练习 十种练习你都OK的话 那应该你以后遇到Jason 你都会觉得太简单 小菜一碟 没什么 说真的也真的也没什么 我是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但是不会的人就是觉得 哇 好恐怖啊 这东西看到简直是天书一样 但会的其实也没什么 所以同样的方法 请你回去尽量去找别的案例 测试看 真的都可以解决 应该没问题 我觉得这一套OK 好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要怎么样把一个个的串列 转变成 这个Excel 那转成Excel的话 我们上礼拜第七个单元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第七个单元里面的话 其实你如果要转换成Excel的话 那你必须最简单的方法用Pandas 那Pandas里面 它有一个方法叫Data Frame 那个Data Frame 如果你可以把资料 就Data Frame需要的三个参数产生的话 那你就可以转换ToExcel了 可是如果你那三个东西没有 很抱歉 它也没有办法帮你存在Excel 那有哪三个应该还记得吧 第一个的话 就是上面这个叫Colins Colins 就是白话意思应该栏位名称 那一定也是一个串列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 左边这个叫什么 叫Index 那中间这一串的话呢 就是Data 所以一二三 然后有这三个东西 再丢给Data Frame 它只要是一个Data Frame Data Frame里面就有个方法 叫ToExcel 那你就图Excel给它一个档名 副档名就点XLSX 这样子就会变成一个Excel档 OK 至于怎么处 细节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 程式码云端上其实也有 我大概弄一下就会看一下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会需要三个东西 那这三个东西的话 基本上 基本上 首先当然有一个比较简单 就是Colins Colins 是最简单的 为什么 因为Colins 基本上就是栏位名称 而且栏位名称不包含A栏 所以这边有县市 有没有 PM25 然后建设期跟单位有没有 那这个东西我直接干脆建立一个 怎么呢 自己建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名称的话 你当然 在那个资料里面 基本上好像抓 可以抓得到 但是理论上 因为栏位名称不多 所以有时候我都手动一下 那你只要给它一个串列 中瓜胡 第一栏 豆点 第二栏 第三栏 第四栏 后瓜胡一下 Colins OK 那比较麻烦的就是什么 Data跟Index 那Index的话是 刚好是这个资料里面的第一栏 有没有 那 Data的话是 第一栏的话是零 所影子是零 那这个是多少 一二三四 所以 零就是指Index 一到四呢 就是指这个后面的Data 可是问题哦 它是一个 一个一个的 总共有七十 应该有七十七个吧 所以呢 我们会需要的 没有 先建一个Data跟Index的空串列 有没有 然后呢 再利用一个回圈 回圈的范围呢 一样是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这个零可以省略 零到尾巴 这个零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我在网路上的这个 这个 这个是可以 不加没关系 也就是从头到尾 帮我 把资料取出来 它其中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串列 先转成串列之后 再来的话呢 把什么呢 把地零 零的话指的是 刚刚讲的 零的话指的是前面这个 有没有 大成有没有 这个是零 把它放在Index 点Apple就是把它放进去 所以先放大成 Apple到这个 这个串列里面 再放富贵角 再放麦寮 一直放到最后 应该是基隆吧 OK 然后呢 DataApple的是 从这个串列里面的 第1 2 3 多一个 跟证一下 这个5的话指的是 到第5停下来 不会执行 所以应该是1 到第4 1到4的话 那就1冒号5 5的话是Stop 这个不会执行 所以呢 我们就取1到4 等于是第2栏到第5栏的资料 放在这个Data里 所以他会先什么 先放这一个 有没有 然后再下一个 下一个回圈 再放下一个 一直要放到最后 所以全部串在一起之后 那我就得到 Data跟Index OK 这两个 这两个串列 然后跟Colent 最后的话呢 我在Import Pandas之后 利用Pandas里面有个方法 叫Data Frame 有没有 再分别把 刚刚准备好的Data Index 这个放到这边 这个放到这边 Colent 放到这边 有没有 三个东西准备好 如果给他的东西都对 那恭喜你 应该就可以 怎么样 存 直接利用这个Data Frame的变数 它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To Excel 直接把它存成 Excel档案就OK了 另外 其实在Pandas 除了可以存CSV 可以存Excel 其实它新的版本 还可以存Json 还可以存HTML 它目前最新的版本 可以存四种格式 也可以读啦 读的话可以读CSV 可以读Json 也可以读 这个Excel 也可以读HTML 不过好像有个问题 如果读Json 一定要是更新套件 一定要是最新版本 好像旧的版本 还是没办法读Json 可是他读的Json 一定要是 怎么样 他可能还是有些限制啦 就没有办法像我们刚刚的方法 这么的有弹性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程式嘛 你们可以在云端上面的第18页 就这个范围 画面刚刚没切 直接先练习看看 那这个做完之后 各位可以再找一下 其他的练习题看看吧 比如说这边还有哪一个 看一下底下 这边也有 就是人口密度 如果你要找出人口排名在前十名的 诶 这个资料 那你会发现这个 人口密度里面的话 这边有个连结 这个我就随便找 我是找那个 比较popular的 就是说大家会比较 常会用到的一个资料 然后 其中的话这边有API 不过你会发现API跟Json 其实是指的是一样东西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那个 API里面100 有没有 110年 今年度的 你可以检视一下 弹开来 那你会看到 这个 出现的就是 像这样的资料 哇 人口 然后呢 当然第一步啦 Ctrl 你又懒得不要看到 你又看到头音的话 你就Ctrl A C 然后直接找到Json Editor 直接切到Text 文字把它 我需要Ctrl A Ctrl V 一样是Ctrl A是全选 Ctrl A是贴上 那贴上之后呢 它就乱乱的 你就再切到Tree Tree Tree的话就把它变一棵树 OK 你可以看到你要是知道在哪里 一样是外面一样是大瓜 然后 reload 这边 你看它多一层 你必须要先getreload 然后再getreload里面的recourse 所以可能要get两次 有没有 getreload里面的后面那个value 然后再getreload reload里面的话有 三百七十 三百七十五笔 OK 那你会发现 可能他点进去看 第一笔好像栏位名称 这个可能要扣掉第一个 那尾巴 我记得好像它有一些资料也不是正确的 它可以秀最后 最后好像有一些资料是 像这个好像也 最后到最后几笔好像 也有错误资料 所以后面几笔好像也要扣掉 不然的话好像会产生错误 三七一到三七四 这些 他塞了一些不应该塞的东西 他自己直接说明 所以可能要扣掉 你就可以把什么 里面的人口密度 包含他的编号 他的名称 然后他的人口 他的面积 这边好像都有 所以如果要抓这个资料 可以试试看 那底下当然我有放怎么抓的方法 请各位试试看